说起程咬金,相信大家对他都比较熟悉,他是唐朝的开国大臣之一,跟随唐太宗李世民一起打天下,立下了不少的汉马功劳,今天要说的就是,以手段狠辣出名的武则天,为什么没有杀掉程咬金呢?答案就在程咬金出土的墓碑上,你绝对意想不到。 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不迷路,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古往今来,在各种戏剧评书中,程咬金多被塑造成耿之憨厚的形象,他虽算不上武艺出众,但福运深厚,常常能逢凶化吉,从这些演绎中。 也能看出民间对他的喜爱之情,历史上的程咬金归顺大唐后,跟随李世民东征西战,屡历战功,参与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拥护李世民继位,在绘图于林燕阁的24位开国功臣中名列第19位,按照程咬金的性格,他理应也在反对武则天摄政的行列之中免不了遭遇谋害,但事实并非如此,程咬金得以寿终正寝,这是为何? 这个疑问,直到1986年才解开,当年专家在陕西咸阳李泉县的昭陵附近出土程咬金墓碑,墓是毁坏严重,但残余的刻有穆志明的碑文,刚好重塑了历史。 填补了空白,使学者感叹,难怪武则天不敢谋害程咬金。 程咬金的传奇人生,程咬金是几州东俄县人,年少时便骁勇善战,与历史上流传的指挥使三板斧大有出入,他善用马朔作战, 隋朝末年时,因不满于昏庸无道的朝政,民众纷纷起兵谋反,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就是其中一支影响较大的势力,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程咬金并非一开始就归属于大唐阵营,他先是归负李渊,得到其重用,被任命为内卫票计,后来李渊在与王世冲的斗争中落败。 程咬金也遭到抓捕,王世冲在交手中知道,此人极其善于用兵打仗,于是他不但没有杀了程咬金,反倒封他为将军。 李渊甚后,虽然受到王世冲的后代,程咬金却对他很是不喜。 在王世冲与唐军交战时,程咬金,秦琼二人骑马带兵前进了数百来步,突然下马向王世冲行礼。 我等身受您的特别优待,总想报恩效力,但您性情猜忌,爱信谗言,不是我等脱身之处,如今不能再侍奉您,请求从此分别。 说完,二人带领着自己的亲信部下一同详唐,这便是程咬金的过人之处。 他能够看出谁才是适合统一天下的明军,并坚定不移地追随,可见他的聪慧。 程咬金详唐之后,李渊命其纳入秦王李世民麾下,李世民早就听闻程咬金的过人实力,任命他为左三统军。 程咬金也并未辜负这份厚望,在消灭割据势力的征途中大大施展了身手。 每逢战士,他必定冲锋在前,不惧死伤,先后战胜了宋金刚、窦剑德、王世冲等割据势力,为大唐武德年间的安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也因此被封为肃国公,李世民对程咬金有知欲之恩。 程咬金也将自己的一片忠心赤诚献给他。 后来,唐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李世民继位,侍卫唐太宗,追随李世民的程咬金受到重赏,封又五位大将军,族人都享受印币。 唐太宗李世民晚年最信任的臣子就是程咬金,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自带兵讨伐高沟里。 然而帝王亲征,朝中无人把政该如何? 唐太宗命程咬金领兵驻守好都城长安,能够放心地将国都托付给他,对他的重视可见一斑,贞观二十三年,即将驾崩的唐高宗把程咬金叫来病床前。 将可以调动禁军的虎符,亲手给他,嘱咐他率领禁军护送太子李治回都城登基。 程咬金的政治生涯可以用戎马一生来概括,他讨伐西图爵阿什纳赫鲁, 在东南战略要地修债宝,以抗拒蛮夷,为唐朝的国家安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程咬金独善其身。 众所周知,唐朝的天下有一段时期并不是李家人的天下,而是武家的天下。 而这个曾掌控李唐江山的武家人,便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 在唐太宗李世民事后,李治继位为唐高宗,而作为高宗皇后的武则天,则凭借其出色的政治手腕。 逐步把控朝政,武则天登基后,唐朝的政治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唐朝由贞观之治进入危机四伏的局面,特别是武媚娘干涉朝政之后,局势更加不稳定, 武媚娘以一点点协助李治政务为借口,最终篡夺了皇位, 并建立起了武州政治,作为外星人且还是女性身份。 武则天的称帝道路,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唐太宗在委期间,曾册封了灵燕阁二十次功臣, 这些人基本都是为惦记李唐江山起过重要功劳的功臣, 而随着武则天封后起,他们便因反对武则天封后, 以及之后的称帝,而一亿被手段狠利的武则天除去, 这其中便包括了灵燕阁第一功臣长孙无忌及楚遂两等开国功臣, 当然,历朝历代的新帝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巩固自身的权力, 往往都会对朝臣进行一番清洗,从而达到拥有自己的忠实臣子, 这些持着反对意见的开国功臣,自然也就成了武则天的眼中钉, 这场中唐巨变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也为大量的开国功臣带来了生死之忧, 武则天野心勃勃,不仅罢出了理智, 自己坐上了皇位,还对唐朝的旧臣展开了残酷的屠杀, 终于唐朝皇室的旧臣几乎被屠杀殆尽, 唯独程咬金幸免于难, 碑文揭露历史 这个困扰过许多人的疑问, 直到198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承咬金的墓, 可惜当时墓中的陪葬物品已经被盗墓贼偷干净了, 只剩一块写满字的方碑还在里面, 考古人员将方碑带出地面后, 仔细阅读刻在上面的文字, 断定这些文字就是承咬金的墓之名, 内容为承咬金的生平经历,墓碑出土前, 正使中关于承咬金的记载十分潦草, 只知道他的名字是咬金, 疾惯是几州东厄。 至于什么时候出生, 什么时候过世, 以及祖上的背景等细节一概没提, 这次出土为人们揭开了一个历史谜团, 让历史真相浮出水面, 之前, 人们对于承咬金幸免于死难的原因各种猜测纷纷, 但当看到墓碑上的承知节目指时, 一切都变得清晰明了。 根据当年出土的那块方碑记载, 承咬金的曾祖父承兴, 原本是齐国的冲州司马, 父亲城楼, 当过齐国的几州大中正, 营州刺史等要旨, 所以承咬金家中世代为官, 是妥妥的官二代, 在继续往前追溯的话。 这位大唐明臣, 还是三国时期曹操麾下的顶级谋士成谕的第十三代孙, 用将门胡子来形容他, 在贴切不过。 墓碑上刻有以林德二年2月7日, 林吉管于怀德里帝春秋七十有七的字样, 这意味着, 承咬金实际上只活了77岁, 在唐高宗年间就已经去世, 而武则天登基是在后来的袁寿元年690年, 这时承咬金早已过去20多年, 根本不可能与武则天有所交集, 所以说, 在武则天还没有掌握权势的时候, 承咬金就已经去世了, 因此武则天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迫害承咬金。 就这样, 我们从承咬金的碑文中, 得知承咬金在武则天还没有掌权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因此武则天没有去迫害承咬金, 不得不说, 如果承咬金没有那么早去世的话, 他还真不一定能逃过武则天的迫害。 碑文揭露了人们认知中最大的误区, 武则天迫害一众功臣, 却偏偏不敢迫害承咬金, 据史料记载, 武则天把控朝政已经是上元元年, 即公元674年, 而据承咬金的墓碑显示, 承咬金这个时候已经去世近十年的时间, 这也就是证明了, 承咬金很大程度上与武则天的称帝道路是没有交集的。 自然也就谈不上迫害了, 而根据承咬金慕志明的一些记载, 可以料想, 即便是承咬金还活着, 武则天恐怕也不会与他为敌, 首先是承咬金真正的身世, 据记载, 承咬金组上都是地方官员, 可以说承咬金是出身于官宦世家, 有百年世家的底蕴, 这也是为何承咬金能够娶清和崔氏的女儿为妻, 作为三国时期崛起的关东贵族, 清和崔氏的声望可以说是极高的, 而承咬金之所以能够节证门亲史, 可不仅仅是因为他为开国功臣, 更重要的是他背后的百年家族。 其次是承咬金的威望, 作为曾经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的功臣, 承咬金的英雄形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 在百姓心中威望极高, 若是贸然就去迫害承咬金, 恐怕武则天要遭受的民愤可不是件小事, 最后便是承咬金个人的能力了。 实际上,承咬金不仅十分睿智, 在战场上善于谋略, 也十分精通政治, 政治立场坚定, 从不结党便足以让他远离帝王的猜疑了。 纵观承咬金的一生, 真是历史上的他没有影视作品中渲染的那样传奇, 从一见莽夫道开国元勋固然令人津津乐道。 但作为百年宦官世家的后代, 在马上征战天下, 为唐朝建国立下汉马功劳, 同样是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 而承咬金也并非是指质好勇斗狠的人, 他同样善于政治权谋, 能够保全自己与家族。 单就这一点来说, 他便已经胜过了同时期的许多开国功臣, 事实上能够成为一个时期扬名立万的人, 又如何会是简单的人物呢? 小说固然传奇, 历史同样精彩。 传奇,历史同样的国家都关联的国家, 不提前社的国家。 感谢观看